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er 養心分享 今星期一我們就說了有一集關於Career Coaching 今天又繼續了,有另一位會員就電郵我 很有趣的,她就說 嗨Aster老師,她本來寫第一段給我,是長到水蛇春 她都沒寫完,我說你簡短一點,哪有空 會員也這麼說 好,這件事就是這樣的,她說,學習一下 她說,我有兩個同事,她們都是情侶關係 她們很喜歡扭曲事實的,然後將扭曲事實的故事 從來沒發生過事,就向上司作出回報 每次回報完畢之後,上司就會很激氣 於是經常會直接衝出去,罵有關部門的有關人士 情侶同事回報的時候,幾乎每個個案子都用了這句說話 就是說,我說了她們的,我跟她們說了很多次 但是她們不聽,還繼續做錯和指為事 又或者是說,我問了她們很多次 她們都沒有真正的給我答案 我覺得已經是欺騙和污衊的行為 很多員工和高級員工都被同樣的手法被人整股 而令大家都不歡而散 她說,我上司根本沒有留意到情侶同事的回報有什麼問題 其實白話說,你不用聽得明白 我只是告訴我自己 因為根本不需要明白 她說,於是變得其他部門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鬧事 也都為難和欺負兩個幫忙 而且這個時候,我上司變得盲目地偏幫和包庇她們 錯誤就明顯在情侶身上 但是上司就好像沒有察覺她們的情侶錯 曾經我上司也是一個很有彈性和講道理的人 亦都是很開明會聽和接受New Idea 所以我願意重新回去再次和她合作 但是我和現在她和我剛開始和她合作的 她已經是半約兩人了 曾經一次,情侶又向上司投訴遭受性騷擾 可視人事報經理不至諸不利 我心怕我上司就會幫情侶力壓人事報 而惹傷麻煩 因為這些人都不命 好了,她說,問題 她說,我應該怎麼做呢? 她說,第一,我選擇了我上司來做 種貴人種子和金錢種子 但是現在好象自己都不上不落 種子就好像沒有種到 反而弄得自己一生都危險 很麻煩 升職加身,花紅就沒有我份了 幫了這個情侶收拾爛攤子 令到她們升職加身 現在一天都在討厭搭進辦公室 真是很討厭上班 好了,她真正的問題是什麼呢? 她說,一,我是否自己弄錯? 一開始就不應該找我上司種種子 第二,是不是種種子搞錯了什麼的? 小料步驟,Coffee Meditation 還是問號? 可以扭轉乾坤嗎? 第四,如果繼續想幫上司 應該怎麼做?我不想再次開口 面對面找她 她像此事相信情侶而已 看我心靈分享 用電話無量之網來傳達信息 讓情人同事行騙行為不自公 或是別有方法? 又或者是我自己潛意識投射 我可以直接不用理會情侶 污衊同事之事? 盡快,第六就是盡快離職 她說,再次感謝Assa老師的幫助 我看完這堆東西之後 之前那堆更長 好了,她說 第一,我是否弄錯? 一開始不應該找我上司種種子 當然是 你怎麼可以找你上司種種子 種種子的人應該跟你沒有任何利害關係 你跟你上司種種子 第一,你可不可以每個星期 帶她出去一次喝咖啡? 不可以的 你上司不會跟你出去喝一次咖啡? 而且她不會跟你說心事的 那你這個種種子或者咖啡咖啡 就已經行不通了 第二,她說是否弄錯了什麼? 是極頭弄錯了 少了步驟 當然少了步驟 咖啡 meditation 你什麼 meditation 你都幫不了她 根本就是錯了 如果你不可以找她出去每個星期 找一個鐘 然後跟著跟她聊天的話 然後跟著盡量幫她的話 你根本做不到種子 而且她不會讓你這樣做 她不會讓你這樣做 她不會讓你這樣做 她怎麼會把公司的東西告訴你 你是誰呢? 是吧? 你上司和下屬之間 都會有很多秘密的 是吧? 還有一樣的就是 你懂得種種子嗎? 很明顯你不懂 如果你懂的話 你就不會找你上司 你也很應該知道 就是種種子的那個步驟 會是怎麼樣 是吧? 可不可以扭轉乾坤? 可以 當然可以 我會說這件事情 如何扭轉乾坤 如果我想幫 如果繼續想幫上司 應該怎麼做? 第一 你想幫這個想法 就已經是錯了 沒有人需要讓你幫 因為如果我說說 譬如我幫你 OK? 就會是我高級 你低級 我超級 你超級 OK? 沒有人喜歡被人幫 還有你上司不需要讓你幫 如果你上司需要讓你幫 就你是他上司 就不是他 是你上司 你為什麼會覺得 你上司需要你幫 你是誰呢? 這個想法是錯了的 我不想再一次 開口面對面找他 他就是他上司 他似乎相信情侶 這個就是很多壞種子 就是為什麼你上司 會相信那個壞情 送那兩個壞人 OK? 所謂壞人 OK? 而不相信你 裡面有很多千絲萬縷 就是你的壞種子爆炸 第二 你沒有誠信的種子 第三 就是你公司 為什麼這麼多是非的 好了 他說 讓情侶行為騙什麼 什麼不自公 哎 或者另有方法 沒有方法的 OK? 對於一些是非非的東西 最好是什麼呢? 不要踩下去 不要發念 事不關己 己不勞心 那你說 哇 你為什麼這麼壞的? 我們公司這麼多是非 哇 你竟然這樣說 是啊 你的崗位 不是來解決是非的嘛 解決是非是人事部的事嘛 而且你老闆 他發了脾氣 和這兩個人在搞屎棍 有關你什麼事呢? 除非就是說 他搞到你的份工的 OK? 你也不能夠去跳過你上司 和你上司的上司說這件事嘛 那麼最好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 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你這個好像是一個銷售部 是不是? 我忘了了 無論是銷售部也好 admin也好 匯計也好 你有事做的嘛 為什麼每天去掛著 去處理這些是非八卦的事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好了 又或者是我潛意識投射 都不是 你可以這樣說的 哎呀 你一定是對的 你說意識投射 一定是對的 而是我就這樣說 我可以直接不理會 都不是的 你不是直接不理會的 你可以做的事情 沒有啊 祝福他 還有如果有人問你的話 由一個很正確的途徑去處理這件事 如果是不道理處理的 你根本沒有權做這件事 你嘗試也不是什麼的 第一 你那兩個什麼情侶的爛貪子 你沒有什麼爛貪子 你要收拾的 打工的世界很簡單的 就是別人給了你一份工資 你 either 朝九萬六 朝九萬五 朝十萬七 總之別人是買了你的時間 買了你的肉體 那你那段時間就是幫人做事 那 either 你去掃地 吸塵 你搞定別人的爛貪子 或者你自己製造爛貪子出來 你都是用那個時間去換取你的工資 那就沒有什麼說 哎呀我什麼什麼 如果 你說你升職加薪不到你 花紅不到你的話 我覺得不關事非事 其實真的很殘忍地說一句 檢討一下你的工作能力 這個世界很公平的 你有能力有才華 別人就留你的了 那你去掃地 那你那時候你這麼聰明 你都被人解僱了 是吧 世上最高的銷售 什麼三年紀錄保持者 你都被人解僱 那每件事都有完結的 OK 那我有一個很風光的時候 那我也都有很多屎片 是我自己性格都很討厭 那你就自負盈虧了 這樣 盡快離職也不需要 有什麼需要離職呢 因為這個爛灘子 的確 如果你說投射的話 的確是在這個內心世界 投射出來的 例如我見到的會是什麼呢 就是她很喜歡drama 這位朋友 OK Mary Mary是很喜歡drama 很被drama吸引到 她從頭到尾 我沒有聽到她說 她在工作上面有什麼開心的事 她有什麼成就 她有創造什麼事 有什麼業績 沒有 由頭到尾都是是非 是非人是非 OK 好了 我恩斯坦說過 OK 你不能夠在你創造的問題 那個level 去解決你那堆爛灘子 OK 你一定要站高一層 無論是高一個圍道 或者是你的spiritual的level 或者emotional level 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OK 那我就問這位朋友 OK 我問了幾個問題 為什麼你會被 那些八卦的東西 那些是非的東西 吸引得這麼嚴重呢 你的工作 是不是沒有什麼優越感 沒有什麼成功感 又沒有什麼錢賺 又沒有什麼目標給你呢 好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人生 你是不是沒有拖拍 沒有子女 沒有老公 沒有丈夫 沒有太太 你需要entertain 你需要陪伴呢 以至你會給那些層次 那些這麼無聊的東西 就是office的politics OK bureaucracy 或者是人事的東西 吸引到你呢 而那樣東西 你又不是玩得好 是被人玩死你 是不是 所以我會說 認真要去處理的 不是你公司那個問題 你公司的問題 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是大家的共業 大家的共業 大家的遊戲 大家一起玩 玩得這麼高興 那你覺得你只是誰 你可以阻止他們呢 是不是 那老闆又突然變成另一個人 像他所說的 如果是真的話 OK 我覺得不只這麼簡單 因為通常聽這些個案 事主一定是覺得自己很適合 他自己是做得最好 他是最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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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都是很壞 老闆又壞 那個情侶又壞 那些同事又很慘 那樣 自己沒有責任的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我很難去下段 下段論就是說 你做對些什麼 你要做什麼 然後我幫你 然後決定你辭職 不要玩 not until 我看到你這封信 或者這個email 是從一個負責任的角度去看 沒有東西可以發生 就算你說我辭職 我引咎辭職 或者是我因為討厭而辭職 這班人這個場景時候 太討厭了 我告訴你 你去到另一個行業 去到另一個審字樓 另一個區 那班這樣的彈散 會是透過另一班的肉身 出現整個遊戲一樣的 因為那個場景是你投射 然後你沒有學到的那個功課 你就轉到另一個場景 那你以為你走得掉嗎 走不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個案 不過當然我這樣說 我這樣說很豐鬆 是不是 Ester你都不知道 我明白的 這些時候上班是很痛苦的 都不是歡笑樂言開心地這樣 開心得日日稀 不是的 你這樣上班 很痛苦 OK 問一下自己 OK 你的focus放在哪裏 我經常都說 無論是商長台 無論是會志社 無論我做的任何事 OK 或者內不內 我自己都會check in 就是 咦 這個情景是這樣的 為什麼 這個情況我不開心 或者我不高興呢 然後就check in 就是 咦 我的focus放在哪裏呢 很簡單的 如果我在家裡 我把focus放在不活的東西裡 比如爸爸怎樣壞 媽媽怎樣壞 兄弟姐妹怎樣怎樣 兒身質怎樣怎樣 老婆怎樣怎樣 老公怎樣怎樣 你一定可以數到一大爛爭的東西 令到你很不開心 你很死亡 你有多麼含身如虎 你有多麼的供出 接著沒有人欣賞 你可以這樣想的 寫字樓在公司都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是幾好幾好 別人幾壞幾壞幾壞 就是跟我上一集這樣說 譬如那位朋友 他說他可以遇到一些什麼生冤 然後可以將壞人承之於法 你說多偉大 我聽到我覺得 嘩 肅然起勁 然後你的焦點放在哪裏呢 我會說他的焦點放在戲劇中 戲劇 戲劇 當我們在一個工作環境 或者是在一個家裡 在一段婚姻 或者是在一個機構裏面 為什麼會大玩戲劇 就是你沒有其他東西去玩 你沒有其他更加好玩的東西 所以你玩戲劇 玩完一份 甚至會黏在一起 這個個案就完全是自己黏在一起 所以更加重要的就是 先等下這班人 無論是那班 victim 或者是那個家害者 家害者也好 受害者也好 全部等下他 你那個不講道理的老闆 你那個盲的老闆 這一對發瘟的情人 或者那些被人欺負的人 被人誣蔑的人 全部等下他 因為我聽到的就是 其實他都在裡面 他說他幫忙撿爛攤子 那你撿就撿 爛攤子就是你工作一部分 那你會想要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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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做事離不開幾樣東西 就是開心 賺到錢 學到東西 好玩 那你這個寫字樓有什麼好玩呢 我覺得有 第一件事就是先等下這班人 先 如果等不下的話 你就當看戲 然後跟著是 笑看風雲 OK 所有的東西 對於江湖的變幻 就一笑自知 如果真的認真 如果不是呢 就真的很難撐 撐不住的話 辭職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那現在趁個市場 又好一點點 那些人又肯花錢 那你真的要轉工的話 就有很多地方請人 無論是服務業 很多行都請人 現在 個個都叫救命 請不到人 那就乘機打工跳槽 打工跳槽 跳槽 當然啦 跳槽也得不上一下 因為事情沒有學到 所以我會覺得 無論這位朋友 其實她沒有講她幾歲 Mary 我不知道她幾歲 她給我的資料很少 只是知道她不是香港人 在酒店裡做 其實不理會 酒店做 還是在工廠做 都是一樣的 而是問問自己 和上一集都一樣 咦 我有什麼建樹呢 我在這裡得到什麼呢 我想在這份工作 得到什麼呢 可能是錢 可能是學習 可能是成功感 可能是滿足感 可能是自我肯定 可能是 我不知道 然後你去檢查一下 第一件事 期望 你的期望是什麼呢 第二 現實告訴你 是什麼呢 第三 就是行動 現實是這樣 你的期望是這樣 意識是這樣 你有什麼行動呢 你的行動是轉工 按照sis 換居办公室 改變賣咖 Learn v I Open 還是你變成焦點 micron一盛 斟粘 bent 或者是酒店有很多東西玩的 可不可以製造一些資金項目 去賺錢、幫公司找多些生意呢? 可以嗎? 你打工是應該做這件事的 好,講到這裏 歡迎大家給一些意見 你自己又怎樣呢? 你是不是都要對你的工作很多埋怨呢? 還是不是的 我很感恩我的工作 感恩我的老闆、感恩我的同事 感恩我很多很多其他供應員 我的客戶很喜歡做這份工作 我較早前我認識了一位朋友 我一個新的客戶 也是我們的舊會員 還是現在也是會員呢? 現在還在做 也是我的學生 他跟我說話很有趣 這位朋友是做一些很少人做的 就是什麼呢? 是木業、是伐木業 他之前呢? 這位朋友就是一間羅威公司 是了 奈維是一個公司 做了十幾年、十一年 然後現在轉到一間瑞典公司 做了兩年的這樣 那他做什麼呢? 就是做佛木業 就是那個 Forestry 歐洲的森林 人家的森林 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 它是叫做 Sustainable 還是Sustainable Sustainable Forest 就是可持續的森林 可持續的森林 那又怎樣呢? 不是 不會像我們現在中國大陸這樣 是那些樹被我們砍毀了 沒有我們粉的 因為我們香港和大陸始終都架一條河 但是已經被人砍毀了 我們已經把我們祖宗種落的樹全部砍毀了 所以接下來的日子都很大 因為樹是有很大的功能 OK? 現在中國就要去探討發生什麼事了 但是人家羅威、瑞士那些 是處理得很好的 日本也是處理得很好的 就是你要砍幾多樹的話 你是要跟著你的樹的年齡 譬如說這堆樹它需要由 剛剛種去到要幾一年才可以收 就是可以砍呢?可以佛呢? 然後跟著就是 它不斷去種 然後跟著都計算了 這些數 還有說人家那些墳墓業 每年是會將Forest 那個種樹的範圍 是擴大了10% 然後再擴大擴大 擴大了50% 因為我們地球是需要樹的 就這麼簡單 我都幾愕然 中國是十幾億人口 然後竟然我們的樹是不單止不夠 還被我們砍光 砍光 我們發生什麼事呢? 過去那幾十年 是不是真的 把能源用得太多呢? 當然是 還有因為樹林是不斷地擴闊的話 就變成動物就可以有妻生之所 所以我這位朋友 他是很喜歡這份工 一來就是他在香港沒有老闆 他在香港沒有老闆 只是在家工作 然後跟著呢 他就將他以前跟著他十幾年的客人 帶來 帶去新的公司 所以變成是 不用找客人 不用由頭找那些客人 再加上就是他經常到處飛 一年飛很多次去亞洲 然後帶他們去看樹林 去看這樣的 然後就是 當然人工也都相當之好 他說人工 他說最少都是14個月的 至少兩個月 這個是什麼 有時是13個月 或者15個月都有的 15個月 15至17個月都有的 即四五個月 花紅都有的 這些工 哪裏找的呢 真可憐 我說真的難為你 要你經常去旅行 那樣 當然 其實大家可能以為 這個人很幸運 但是 我見到他 我很多年前 見到這個Mary 然後我再見到這個Mary 然後我就發現 他整個氣息好很多 還有說 又漂亮了很多 身材又漂亮了很多 整個人的瓷場是很漂亮的 那你說當然了 你做這樣的工作 又不用上班 又不用對著同事這樣的政治 OK 工作在家 又可以旅行 又人工好 又這麼有意義 你都可以的 個個都可以的 譬如我就不會想旅行的 老實實 以我這個年紀 我也對這個森林 那些我沒有太大興趣的 因為我只喜歡 在新的內心世界裡 我在裡面在想 在我的內心世界 其實我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那你呢 你最喜歡有什麼 令你開心 有什麼令你覺得有滿足感 那你可能說 我的工作沒有 那你先嘗試去創造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你不會找到另一份好工 因為一定是你要感恩 然後才吸引更多的感恩 那可能你說 你這麼勉強 對 你先假裝一下 如果真是壞到 你說你的工作是什麼都沒有 那我又不知道你留在工作做什麼 那你都試一下假裝 假裝一下就是真的了 假裝有錢剩的 然後 感恩 我這個工作是有薪金 養著子女、爸媽、工人、工車、工樓 然後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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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我老闆 都相信我的 就這樣踏上去 OK 然後 將這些點放大 將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縮小 你說這樣很自欺欺人 是啊 這個是自欺欺人法 但是你是欺欺你自己 但是你會騙騙一下就會變現實了 然後你會說 等於我經常說 我大把錢多得要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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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在欺騙自己的 是不是 欺負那麼多債 那你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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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騙誰 是欺欺自己的那些 就是要欺騙你的心怒 欺騙了就變真了 所以 妳自己選擇 你想怎麼樣 OK 好 如果想參加我們讀書會 或者參加我們商長壇的話 快點WhatsApp me 就是6634875 6634875 OK 拜拜